据环球网8月12日报道 辽宁舰飞行甲板上一支完全由女舰员组成的直升机放飞接收小组完成了首次独立保障任务 1500位3号起降区放飞某型直升机 随着舰载机调运指挥员下达口令 各站位迅速被变 确认状态后一个5人放飞小组玄机展开 松细流解细流撤人党一系列放飞动作一技呵成 视频中5名放飞小组成员身穿黄色和蓝色制服 所有指挥动作都非常规范 担任引导员的小黄人范石玉激动地向班长谈超说 一点也不紧张 网友开玩笑地说放飞小组身着黄色和蓝色制服 就好像是两大外卖平台的快递员一样 目前辽宁舰上有两名旅营导员 四名女系流员取得了上岗自治 体重不到50公斤的范石玉 最开始是一个被甲板风吹着跑的小姑娘 我必须要在甲板上站稳 她休息日加班加点 苦练体能 反复钻研 占力技巧 终于成长为能够 迎着舰载直升机 着剑精准引导的引导员 女系流员袁梦激动地表示 我叫袁梦 现在我终于袁梦了 最初袁梦拎起系流所的困难 现在她已经掌握色形索具使用方法 成为保障一线的小能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